回头来关心国内防疫 台北市长柯文哲已经确诊了 现在有一些轻微症状 不过呢 这一回还是在这个隔离当中 跟资深媒体人周玉寇杠上 主要是周玉寇指出 柯文哲之前讲过 确诊之后要立刻服用 口服抗病毒药物 所以他就说了 柯文哲要赶快吃啊 否则会死人的 不过呢 对此哦 北市府发言人陈志涵相当不满 他说这就是周玉寇的惯用手法 放话带风向 毫无人心 又是咳嗽又是醒鼻涕 台北市长柯文哲带着浓浓鼻音 主持闲上会议 虽然强调症状只剩一点流鼻水 但是满脸疲惫还是让人担心 柯市长的身体都还好吗 不过资深媒体人周玉寇就在脸书质疑 明明柯文哲曾经主张快晒羊就改给药 但是自己确诊之后 怎么却没立刻服用抗病毒的药物 要大家可得小心了 台北市政府发言人陈志涵也回呛 柯文哲提出快山羊给药是未避免等待PCR10 延误黄金治疗的时间 但是目前中央政策没有放宽 痛批周玉寇惯用几句话曲解来做文章 根本是只想护航执政党放话带风向 除了医师用专业班科文哲背书 刚康复的副市长黄申申也分享染疫后状况 台北政府市长接连确诊 不知让防疫政策在被班上抬面讨论 两人的身体状况也成为外界 关注焦点 记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